我們林希耀秘書長 我們陳時中部長 林佳龍前部長 也是我們的無論所大使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麼隨著國際的疫情趨緩 全球都在拼復甦 現在台灣也邁入新階段 逐步回復正常的生活 我要感謝我們防疫人員的辛苦付出 也要感謝所有國人的團結防疫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來臨 我們需要提出新的地方治理團隊 來因應各種新的挑戰 雙北自然是我們後疫情時代裡面 非常重要的兩大自下市 我們在今天提出最強的雙箭頭 不僅是要爭取市民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藉由雙箭頭來帶動整個台灣 前進的動能 所以首先我要宣布 徵召陳時中同志參選台北市長 我知道部長已經是兩年多沒有好好休息了 但隨著新階段的來臨 部長還是不能休息 因為防疫要指揮官 市政也需要指揮官 我們要讓北台灣首都圈大發展 就要退出最強的市場人選 尤其首都台北是台灣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 帶領台北市政的指揮官必須是冷靜沉穩 執行力強能夠凝聚社會的共識 因應各項的挑戰 陳時中部長擔任我們在最困難時期的防疫指揮官 他對抗疫情的應變力 協調力 還有領導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陳部長 也是溫暖貼心的衛福部長 我所交付的誘託 長照2.0等政策 從老到右 全面照顧 使命必達 執行力備受肯定 這也是我們民眾最有感的實證 讓台灣的社會安全照顧防 更加完善 走向進步國家應該有的水準 我相信 以陳部長在防疫 在社會安全照顧網 所表現出的能力 他一定能夠扛起重任 為台北市民帶來好生活 讓台北向前行 台灣共好 台北更好 接下來 我宣佈徵召 我們林佳龍同志參選 新北市市長 新北市是人口最多的直轄市 是最有發展潛力的城市 挑戰更大 責任更大 需要有經驗 有歷練 具有國際觀的市長 我自己曾經參選過新北市長 也是新北市民 對於市民 對城市發展的期待 我有深刻的認知 也希望在這一次的提名過程 能夠為市民找出最好的人選 帶領我們新北市走向現代都會的同時 也能和台北市共同發揮北台灣發展的領頭羊的功能 我始終相信 佳龍是最佳的選擇 佳龍從學生時代就投入民主改革 在擔任公職後 從地方到中央 不論是在任何崗位上 他都為了公共的利益 公眾的利益 全力拼全力衝 幾天前 我們的執政縣市首長 也共同召開記者會來推薦佳龍 肯定他的好表現 對於市政 佳龍具有高度前瞻性 他說過 首都治理圈要加重新北的角色跟功能 我自己也是新北市民 我有信心 佳龍就是我們最強的候選人 開創新的新北認同 展現新北的全新的志氣 在疫情初期 陳時中和林佳龍曾經合作 將病毒阻絕在境外 未來 陳時中和林佳龍組成的雙北 雙箭頭 一定可以強強聯手 整合台北 新北 基隆 桃園的力量 劃北臺灣首都圈 讓我們的北臺灣的首都圈 一起建設 一起進步 為北臺灣整體的發展 開創下一個新局 我們會持續的團結努力 爭取人民最大的支持 謝謝大家 民進黨 加油 民進黨 加油 民進黨 加油 快點 啊 有